自从去年年初在香港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的终身成就奖 金针奖以后就再也没有在香港公开露面的叶茜文 还有的回香港与老公林子祥做公开表演 但是两人当天并没有以夫妻党同时现身 而是一前一后的分开演出 媒体甚至找不到两人一起做采访 作为压轴嘉宾的叶茜文表示林子祥要赶场 所以先走一步 对对对很久没出来 因为开始呢他们先找他的 还没有要找我 因为我本来不在香港的 后来我现在留下来了 所以后来又找我 所以就分开了 当天叶茜文与林子祥所演出的 都是超过20年的经典老歌 当时音隙台下很大反响 叶茜文还自己配以简单舞蹈加强表演效果 与的台下观众不断叫安口 今年9月将会重返宏观举行个人演唱混的Sally 表示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是就遇到不少阻碍 我还没有彩排啊 现在还在开始 还在筹备 还在准备很多功夫 然后我星期一也会开会 反正星期一到五我都是开门开会的 然后一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就急死了 因为没有人肯开会 然后很多 譬如说我们坐台的人要飞到北京啊 他还要坐商学友啊 他还要坐很多人啊 然后我们灯光也是在北京 所以都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开会 所以常常要等一些 大家有空才能集中在一起 由于经典歌曲太多 叶浅文笑说各唱的嘉宾只有自己一个 但是无论怎样 媒体更加愿意的 是看到他跟老公林子祥 一起在台上做深情对唱 他没有 我还没请他 他要帮我听一下音响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音响先生非常非常好 但是那个因为他要管太多了 所以怕他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